聽說你是家人注意到 你有一點駝了是不是 其實我駝背自己沒有發現 對 就是這兩年 然後我老婆 我就走路她就看著 你怎麼越來越駝背啊 挺起來 靠牆 這把靠靠 靠靠靠靠 腳跟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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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強盪 你也聽話 好 三分鐘 不能動 好 可以走出來 走出來就要 就要這個姿勢 頂直 對 不能改變 我才發現說 這個駝背真的是 真的很嚴重 那你一天 這樣矯正時間多嗎 我做幾天 做幾天就 對啊 一定沒辦法吃 尤其是被他嚴重的這樣子 一直罵 我也覺得心情不太好 然後就有人告訴我說 去買一個那個 可以吊單槓那種東西 就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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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門跟門之間不是兩個 然後弄一根對不對 對 我就是把手拿上去 然後人吊在那個上面 來拉這個脊椎這樣子 拉一拉還蠻舒服的 它那個其實是讓你的脊椎 處在一個相對比較自然的姿勢 利用重心的重力加速度 讓你的脊椎可以往下拉 對 就是有拉的時候就舒服 但是一不拉幾天 那個又是都不舒服 那你有用過那個什麼 好像也有用穿的那個叫什麼 什麼袋子 我看到很多外面都穿了什麼 像那種矯正衣 可是我一覺得穿那種就 好像就六十 六七十歲的人才在穿的 我這個 現在還是 把影子飄沸了 飄沸了 對 對 年輕人 對不對 對 沒有 如果能穿到裡面 不讓他看到會好一點 那種東西 確實 外面的都是 都是要穿到外露 那你要內在美還是外在美 現在 我現在都要美 我們要逆轉駝背 是 怎麼樣內外皆美 分享兩個重點啦 第一個是提升 其實主要是提升你的身體質量 因為你要能挺起來 其實主要兩個部分幫你嘛 一個是你的骨骼 一個是你的肌肉 那如果你要提升你的身體質量 就要想辦法讓你的骨骼 基本上盡量不要骨質疏鬆 姿勢不要不正確 然後盡量不要側彎 不要讓你的這個 整個脊椎盤會有突出的問題 對 而且我再跟大家分享一個 也是在醫學期間上面講的一個 2023年才發布的 我覺得很有趣哦 他說駝背的人一定會有退化性關節炎 他的說法是除了是退化以外 更多的就是 當你姿勢不正確的時候 其實會造成你骨關節 尤其是腿部關節的負擔更重 這樣子 所以他的退化性會更嚴重 還會這樣子 是 難怪我的膝蓋越來越痛 是 所以我們就要趕快那個 提升起來 對 挺起來 趕快挺 挺好 然後再來 第二個是要輔助啦 你透過一些輔助器材 譬如說我們可以穿一些 像一些健背的護衣 防駝衣 或者是一些防駝背帶的 基本上都可以來幫助你把你的 減輕你的一些負擔啦 因為我們都知道 其實你在做某些動作的時候 或者是你在辦公的時候 或者是你久坐的時候 你本來就很難維持你的脊椎 是處在一個相對挺力的狀態之下 那這過程當中 如果透過一些輔助物 幫你維持挺力 其實會養成你身體的一些 叫身體習慣 哦 對 哦 其實我們身體習慣是可以養成的 你只要能透過這些輔具 其實這些輔具不是單純支撐你 它是要養成你身體挺力起來的習慣 久而久之當養成那個習慣之後 你自然就會挺起來 就像我們剛剛說嘛 你為什麼睡眠睡久會驼 也是因為你已經養成了某些身體習慣 那些身體習慣已經讓你挺不起來 也有可能 我們都養成了駝背的習慣 在桌上看劇 架在那邊 然後就 臉就越來越這樣 越來越這樣 越來越靠近 嗯